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托 西托 现在还讲要成立独立的调查机关 甚至说 层级不同 知之解解 毫不顾国家前途 所以说 他八年执政 唯一的一个结论就是托 就是托 现在他对ECFA的辩论也是托 就是帮你国家托衰败 帮你这个ECFA托不成功 所以我一再的希望能够催生双英会是希望共同三两国势 不是双英变 变ECFA ECFA是检验国民党的执政能力 怎么需要变呢 如果国民党认为义无缓顾需要做 我们还需要跟民进党变吗 民进党变完了以后 他不反对吗 国民党变输了 难道不执行吗 今天我们能够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台湾沉沦吗 所以说不是双英变 我们是希望双英会 而且就以ECFA来检验国民党的执政能力 外商里昂政见 发表国民党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他说 是我们国民党的施救无能 而且是我们委员 我们国民党的委员不小的感谢 大家如果去民心质问 不论是我们委员 不论是执政的团队 我们有没有落到这样两个 他所指的这样情况下 如果有我们就要改 他的标准是 二零零二零一二零一二年 马英九应该会要赢 但是可能会输 所以我们就愿ECFA来检验一下国民党的能力 检验一下我们立法委员 要不要为台湾两千三百万的同胞 同心协力 一起共动难关 让ECFA检验一下国民党给民众的利益 越早做越好 绝不能让双英变来托ECFA